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菩萨的功德 前面所赞叹的是他们以自分行 菩萨的自分行的功德 接着新世这个底下 就开始赞叹菩萨的圣进行 所谓圣进行就是依着佛地的功德 圆着佛地的功德而来修这个增上之行 那这个就是圣进行 那这当中分为两段 仁儿的便其所修 那这当中分为自立跟利他部分 先看自立的部分 寿时如来圣身法障 故佛总信常识不绝 寿时如来圣身法障 的话这个是先修这个殊胜的这个戒 什么是如来圣身法障呢 这个就是实相真如的这个礼 他能涵长一切这个如来的功德 这是如来的圣身法障 能够受持这个实相真如的礼而来修 那这个就是称性请修 依着这个实相的礼来修行 那这个是第一个 从写上先安立 那第二个呢 再安立这个行 书正之行 就是护佛总信 常识不绝 就是说不只是在礼上 安住在这种 这个圣身法障的实相上而已 同时更进一步的能够护佛总信 所谓护佛总信就是 依着这个实相的礼来广修 无量无边的菠萝蜜 称性请修 而且呢 还广修无量无边的这个菠萝蜜 那这个就是佛总信 所谓总信就是说 他能够升起这个佛功德 然后这个种子 就是种就能生的意思嘛 能够升起佛功德 而且他这个是不会改变的 成为总信 那护佛总信 常识不绝 就是这个念念的 都是在这个修无量 这个菠萝蜜当中 这个不会有这个间断 就像我们看华恩经里面 对这个菩萨 法生大师的这个功德 这个赞叹 法生大师他二六十中 念念的一方面观察 这个佛法 和法义的内容 那么一方面呢 就是观察 无量无边众生得度的因缘 他这种护佛总信的这个心 是念念不间断的 那么以上是自立的解心 解的话就是 这个助于实相的圣神法障 行的话呢 就是学佛一样 能够成就无量无边的菠萝蜜 接着看到利他 心大悲 敏众生 眼慈变 受法眼 度三去 开善门 以不请之法 是诸离住 这是利他当中的这个法说 第一个心大悲 敏众生 这个是起这个悲心 那这个所谓大悲的大 也是称性的 称何这个实相的离 称何自信 而发起的这种圣义菩提心 这个是大悲 的大 然后能敏念一切的众生 安敏一切众生 这个菩萨 这个就是对一切众生的苦 就像自己的苦一样 安敏一些众生 就是取悲心 然后接着慈心呢 就是眼慈变 受法眼 这个 以这种无外的变才 然后来开眼 与众生 那称之为慈变 就是说 他这个变才是 你的慈悲心 想要给与众生 安乐 而生起的 并不是说 菩萨说他喜欢说法 那么就不断地说 不是的 是为了众生的 离苦得乐 能够给众生安乐 而开眼的这种 无外的变才 四无外变才 言慈变 受法眼 教授一切众生 使众生都能够具足 亲近 照见佛法的 这个智慧之眼 这个法眼就是指的 这个照见佛法 真是诸二弟 的这个智慧之眼 他不是五眼 不只是五眼当中的 这个法眼照书弟 他指的是 照见一切佛法的智慧眼 那这个是起慈心 下去呢 杜三去 开善门 这是显现出前面 这个悲心的窃 悲心之窃 心大悲民众生 就怎么样的这个大悲呢 就是使一切众生 都能够离开 三恶道 这个三恶道 包括界内的三恶道 包括界外的三恶道 界内的三恶道 当然就是地狱二格出身 那么界外的三恶道 就是二恶道 身为圆绝 这个就是界外的三恶道 能够杜绝 这个界内界外的三恶道 然后开启 这个一切的众生 这个修善 断恶 然后生善 那下一句呢 以不情之法 施出离处 这个是显现出前面 那个慈心的悲怯广大 不情之法 就是前面讲的 围诸树类 做不情之友 众生 不需要众生特别去请 菩萨就随时随地的 那么寻找因缘 然后要来度化众生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华文经里面说的 菩萨二六十众就是观察 众生的因缘 那么有的众生 该为他栽培善根 菩萨就不辞劳苦 为他栽培善根 那么有的善根 已经该承受了 菩萨就不辞劳苦 为他承受善根 有的善根可以脱落 结果了 那么菩萨就不辞劳苦 让为众生 这个善根 开化结果 二六十众的意念的 意念的众生 所以 以这个不情之法 施出离处 离处就是指了 一般的众生 不需要众生的 特别的气情 菩萨就随时随意的 随时随处的 去想要度化众生 所以 古德说 其实 佛菩萨想要度化我们的心 远远超过我们想 祈求他的心 对吧 我们有时候会想 想东西 想贪生吃 想出去玩 想干嘛干嘛的 但是 在我们懈怠放逸 甚至招恶业的时候 菩萨是都是 佛菩萨都是这样 慈眼视众生 随时随处的 在众生的旁边 寻找 让众生能够再培善根 解脱的因缘 做众生的不请之友 这个显现出 这个菩萨 他的这个 慈心的 这个因切 前面讲这个 慈心 眼慈便受发眼 这种慈心的因切 那么以上是立他的法说 就是底下是批语说 犹如孝子爱尽父母 愚住众圣 适之若己 这两句 先看第一个 就像一个孝子 对待父母一样 我们看到古代有24孝 他们那些孝顺的心 孝顺的行为 一般的人都做不到的 那为什么菩萨 对众生 就像一个孝子 对父母亲呢 那主要的就是因为 众生对菩萨有恩 以菩萨的角度来说 众生对菩萨有恩 为什么呢 从第一个角度来说 因为菩萨面对众生 慈悲众生 行菩萨道 所以在这当中 积累无量无边的这个功德 积功累得 因此能够迅速成就无上不提 那就像亨运品里面所说的 一切众生 而为树根 诸佛菩萨而为花果 以大悲水饶为众生 只能成就诸佛菩萨的智慧花果 有众生的根 所以才能够成就诸佛菩萨的智慧花果 所以菩萨从这个角度来看 他并不会说 在乎说我对你施恩 你应该怎么回报 你不回报我什么的 不会的 菩萨的心态永远就是说 众生对我们有恩 因为有众生 菩萨才能够积功累得 才能够迅速成就无上不提 所以就像树根一样 以大悲水饶为众生 才能够成就诸佛菩萨的智慧花果 所以第一个角度 为什么对众生就像孝子对父母一样 那这个在第一个角度 众生对菩萨有恩 当然 这个是站在菩萨角度 这个不是站在我们的角度 我不能说你来度我 所以我对你有恩 我可不能这么想 在我们的角度就是感念 佛菩萨的大慈大悲 大恩德 第二个理由呢 为什么世弱父母 第二个理由就是说 从无量轮回的角度来看 一切众生 都是我们过一生的父母 一些男子世弱父 一些女人世弱母 我世世生生 我不从此受生 这个梵王经里面说的 前面是说有恩德 那这个理由就是说 因为过一生就是父母 那父母对我们的恩德 那当然是天父地载 那是不用说的 所以因为意念一切众生 都是过一生的父母亲 所以就面对今生父母的爱尽的心 来爱尽一切的众生 这个所谓的爱就是说 就像一个孝子 他爱护 呵护他的父母 随时在父母旁边 随时的照顾 关爱 那么尽是恭敬 不只是说 这个给予种种的这种 物质上的受用而已 内心对父母有这种 报恩的心 恭敬的心 这是爱尽父母 这是 这个是第一个 有如孝子 爱尽父母 来彰显这个前面的这个慈心 娱乐这个慈心的深厚 下面呢 于之众生世世弱极 不仅就是说 看这个众生像父母一样的大恩德 甚至更进一步的 更进一步的 看众生 重视众生啊 就像重视自己一样的 重视 我们所有的人 只要有我执的话 你说的人 你再怎么样慈悲 利益他人 但是最重要 最主要的 不能够耍害自己的利益 一般的人 一般的人是这样的 我来怎么帮助别人 这个前提都是不能够耍害我的利益 但是 菩萨的这种悲心 拔苦的心 它是可以弃舍一切 为众生舍无量的投目脑水 为什么呢 于之众生 势之若即 就是 就像 看得到自己一样 无而无别 那这个 这个当然 这个也是要有 这个智慧的观察 这个理由 第一个我们可以从这个 从世上上的因缘来观察 你看 就像那个自他相患里面说的 我们无量节的 我爱止 得到什么 诸佛菩萨无量无边的 无量节的生命当中的 爱他止 所以爱他止就是说 这个珍爱他人的心 呵护他人的心 远远超过自己的心 这个叫爱他止 他这种悲心 不是执着 诸佛菩萨的爱他止 无量节来的 换来的是什么 我们想想 我们无量节来的我止 换来的就是 这个晋升的 还是霍业苦 苦恼无量 你看 诸佛菩萨无量无量无边的 生命当中的爱他止 结果就是 他们早就成佛了 这有点像 好像就好像比如说 大家同时都进 都是进佛学院的 有的人在佛学院混了两三年 有的人在佛学院当中 精进了两三年 一样是过了三年 三年之后 混了两三年那个时候的人 他可能不进反退 精进的人可能 他是得到很大的利益 大家好像起跑点都一样 但是 之间的这个造作不同 结果也不一样 所以呢 从这自他相换的角度来看 我们无量节的 保护自己的权益 保护自己的利益 那么换来的 只是更多的束缚 对吧 晋升的束缚 晋升的苦恼 这个我们不用说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 但是你看佛菩萨无量节来的 爱他止 换来的 是 却是 这个迅速成就无常菩提 所以一个人 他为什么会特别保护自己 特别爱重自己 就是因为他很聪明 但是事实上他不够聪明 为什么呢 你要真的聪明的话 你就想想 这个自他交换的道理 哪一个对我 哪一个对我真正有利益的 想想 这个我爱止 这个对我来说 并没有真正的利益 反而是有害的 你要真的聪明 就要聪明到底 观察自他相关的道理 这是一个从事项上来观 第二从理上来观 我与众生的自信 无二无别 互相交融 无二无别 我们众生的法身 各自各自都片满这个法界 我也片满法界 你也片满法界 一切众生的法身都各自片满法界 虽然我们不正德 没有正德 但是理上来说确实如此 这不是观想 确实就是如此 那么既然各自片满法界 彼此无杂 无障碍 然后这个 同体 哪来的真正的 这个 这个 你我 众生的差别呢 那这个是 这个 从理上来观察 所以在这个 涅槃集里面 就是说 因为佛徒有这样的 这个大智慧 而且还有这个 真实的正量 所以他在为众生 拔苦的时候 都是确实的 与之众生 世之若即 在涅槃集里面说 如来受苦 不觉苦 见重受苦 如己苦 所以为众生处敌 不胜苦想及悔心 那只有说 真正的 将众生示弱自己 那起强烈的 叫爱他之 转我爱之为爱他之 才有办法说 即使为众生入于地狱 而不以为苦 那么一切众生 受益苦 皆是如来益人苦 受益苦 意是这个上面一个田 下面一个共 差异的意 一切众生受益苦 受无量的苦 那么在佛的眼光中看 皆是如来益人受苦 这个境界很高 但是我们随学 至少我们要求自我突破 不要老是在这个小圈圈 转啊转啊转啊 这个转个不停 那么事实上人生仇业 我们来到这个世间 都是要不断丑藏过于生的业 那当然也在这当中 也不断的随着我们思维 而造新的业 那么既然人生仇业 那么很多事情呢 就尽量放开 不要想 不要想那么多 放开放下之后再来什么呢 提起 提起什么呢 就像这个无量寿静所说的 犹如孝子 那么 与之众生 视若之极 视之若即 或者呢 像列环境讲 列环境所说的 一切众生受益苦 一切众生受益苦 一切众生一人苦 像这些文字 你不断不断读诵的时候 慢慢你心中那个节 那种束缚慢慢就打开了 所以为什么 我们之前就讲 为什么在无量寿静前面 要花这么多时间 来赞叹与会的菩萨 后面还有两大段 赞叹佛 赞参释迦摩尼佛 跑道比丘 赞叹释自在王佛 那么都有各有引述的 这个经文 寄送来赞叹 为什么 就是要让我们随学 来发菩提心 然后发无上菩提心 一向专利无量寿佛 是这部经的宗旨 所以在这个当中 我们就透过读诵 诵经 诵无量寿经 或者像这些 赞叹菩萨的功德的 这个药具 把它寄在心中 然后常常去想 尤其你烦恼来了的时候 你想一想 菩萨的思维是什么样的思维 我们的思维 有没有价值 什么是菩萨思维 你看就圣经行这些的 受之如来生生 法善 护活宠信 常此不绝 难至于 以至众生 世之若己 你常常读冲这些文的时候 很多心中的那种 活跃苦的障碍 那个解就能打开 然后慢慢慢慢的 我们那个菩提心就能升起 下面看人而人 名其所成 透过这个前面的 这个圣经行之后 成就 一切善本 皆度彼岸 细获诸佛 无量功德 细获生命 不可思议 一切善本 这个善法是 这个成就的 功德这个根本 所以 这个成为善本 那一切善本 皆度彼岸 这怎么说呢 这个说菩萨修一切善 都能够成就 波罗蜜 到彼岸的功德 也就是说 因为有菩萨的 这无相的智慧 还有菩萨的 这个无相的大悲 这个卑制双命 以这种卑制双命的心 来修一切善法 然后修刚才所说 这个圣经行 因此之故 修一切善本 一切善因 都能够成就 波罗蜜的功德 接到彼岸 比如说 我们本来修布施 修布施这个法 它本来 它其实是通于 人天的 你看基督教也布施 天主教 回教都修布施 但是他们不能够成为波罗蜜 包括二圣的人 也修布施 但他们都不能够成为波罗蜜 到彼岸 只有以这种菩萨的无相的卑制双命 来修布施 那么这个时候 才能够成为波罗蜜 无相的智慧 三轮提空 那么念念 这个跟自信相应 称情起修 然后呢 无相的悲心 发愿回向 与一切众生 都能够去向无相菩提 这种 也有这种圣意的菩提心 那这样的话 修一切的善本 才有办法 都能够成就波罗蜜 当然我刚才讲的布施 这个是 就我们凡夫来说 凡夫来说 你怎么样让布施成就波罗蜜 这个方法 菩萨的话 那个尤其法圣大师等于菩萨 他们那个 那个更是 更是深入 一行 一切行 乃是一切行 居住一切行 那修一切善法 乃是 外相上看起来 是一些人间的小善 但是 每一切 一切人间 一切人间的小善 都能够成就一切行 居住一切行的 波罗蜜 这个 所成就的 透过圣进行之后 所成就的 然后呢 这个 习惑诸佛 无量功德 这个无量功德 这个 这个 这个指的是什么呢 成就佛的 福德状元 智慧生命不可思议 这个是成就佛的 智慧状元 这个智慧 成就佛的 这个 这个甚深的智慧 是不可以心思口意的 以上就将菩萨的功德 赞叹完毕 当然就在《华安经》里面说的 这个每一地每一地的菩萨 要赞叹他的功德 纵然佛陀以无量的妙变 无量的变才 然后 以恒河沙节的时间 去赞叹 赞叹不完 那个是 无量无变的功德 在这个地方只是 简单的约着 这个 果上的 实德 全德 因地里面的 四分形 还有圣定形 那么自分形当中 分为智力跟利他 圣定形当中 也分为智力跟利他 分这个大方向 来赞叹 那这些文可以多去读诵 甚至你可以取一段一段的 有些相应的文 静坐 去思维观察 然后透过思维观察 来扩展自己的心量 格局 或者配合每天不断不断地诵 好 接着看到物事的总辨其数 如是之等菩萨大事 不可称继 一起来会 好 那 这个如是之等 就前面所说的这个 这个菩萱菩萨等等 这些法身大事 甚至等绝菩萨 的数量 是不可称继 好 这个是无量边的这个法身大事 反正等绝菩萨 那么一时来会 好 这个一时就是 这个师之相弃的一时 一年会议的一时 来这个地方集会 那么这些菩萨大事 或者是当地众 或者是影响众 当地众就是说 他本身也是从这个地方 得到利益 影响众就是说 他已经受死这个法门了 但是为了要庄严这个道场 然后趁给大家的心心 来这个地方一起护持 这个影响众 像潜移法师就是影响众 他已经学过了 学过一次了 然后来这个地方 陪大家一起学习 好 好 那这个就是 无量无边的大菩萨 所以要是有人说这个 进度法门是 什么懈怠菩萨修的 或者是什么 这个什么小圣的 或者什么的 修的 其实太多太多的证明 说明他这个说法是 没有意义的 你看 无量寿经里面 语会的是什么呢 不过是什么仁天 的小众 也不过是阿罗汉 的二圣 而是 无量边的法僧大事 无量边的法僧大事 不会全部都影响众 不会啊 还有很多是当地众 你看 这个 你看 这个 亨怨品里面 那个十大愿望 导贵极乐 这个法门 这个法门当中 现在同时是当地众 而现在同时 那个时候 已经正在等觉菩萨了 还是当地众 所以 从这个 净土的经论当中 很多很多的例子 来说明 这个净土的法 净土法门 真的是三根仆辈 历论全说 你看 从这个 这个予会的菩萨 就可以知道了 这个当中有 这么多法僧大事来 来学 这怎么会是 这种小法呢 不是的 好 那前面的这个丙二 好 那介绍完了 好 这个 好 丙二就变其途众 这个介绍 介绍完了 讲到这个众生就 现在看到丙三 来现化 佛陀发起种种的 这个 这个瑞相 这个现化 前面都是介绍大众 那这个时候 就开始来 来 来看佛乐 好 那这当中风格六段 定一 如来现相 启发 如来 现种种这种 殊胜的相状 入定 接着从三妹当中起来 入三妹 出三妹 这现种种的 这种殊胜的相 而作为 法会发起的因缘 好 尔时世尊 诸根越狱 以赐色清净 光言为为 好 那 这个尔时呢 这个法会成就之时呢 这个 这个佛陀世尊 诸根越狱 好 这是说明佛陀这个面相 欢喜的相状 好 这个 这个 佛陀的眼耳鼻色身 好 当然也包括 这个义根 越狱 呈现出很欢喜的样子 好 像一个人 他一个人如果说 内心欢喜 你看他的眼神 好 看 看他的表情 就是这种 就是跟那个平常是不一样 好 这个就是诸根越狱 然后 姿色清净 好 姿色清净 这个是讲到他这个 这个色相 好 这个 他的姿色 好 这个 这个 他的这个面相 是非常 面相还有身相 是非常 清净 好 清净就是说 这个是由 法圣所显的 功德相 所以 特别的 这个清净 当然这个清净 也是因为 这个佛陀从三昧 而起 然后因此之故呢 姿色清净 光颜微微 这光明 容颜 微微就非常 高大 非常殊胜的样子 他的光明 还有容颜 都是非常殊胜的 那 为什么会现这个相呢 当然就是 再来佛陀 要说这个大法 而这个大法 还是对众生来说 非常重要的一个大法 因此佛陀表现出欢喜 还有清净心 第2的 阿难请问 风格三段 无意的 其行方便 尊者阿难 成佛圣旨 即从坐起 偏台又见 强规合掌 而排佛言 这个无量受精的 勤法人 勤法的勤法主 就是阿难尊者 阿难尊者 他为什么勤法呢 成佛圣旨 这个很重要 得到佛力的加持 得到佛力的加持 而来勤法的 那这个为什么说 这个很重要呢 这个跟 佛说阿弥陀经一样 是无问之说 等于是无问之说 虽然说这个地方 有阿难的齐请 但是阿难的齐请 也是因为佛陀的加持 他才来齐请的 那就像阿弥陀经 无问之说 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说 净土法门 是没有人可以问的 为佛与佛方能究竟 你看就像阿弥陀经 他的这个 很特殊的流通分 是六方佛 出广上舌相 来称阳赞叹 来认可的 来印证的 然后来赞叹的 那这个其他经典 也是没有的 就是因为 净土法门 凡夫不断任何货业 但是却能够往生之后 却能够当下成就三不退 这样殊胜的功德 不是一般的菩萨 所能够理解 乃至等觉菩萨 有一分的无名战 仍然也是不能够完全理解 所以净土法门只有佛跟佛 才能够彻底的了知 所以也最后 阿弥陀经最后必须要 这个四方诸佛 出广上舌相来印证来赞叹 那阿弥陀佛 阿弥陀经 无量寿经 基本上就等于是 无问之说 阿弥陀经就是 而是佛高尚的舌利佛 什么什么什么的 我都主动的说 也没有人为他主动的说 那无量寿经里面是 阿那尊者 成佛威神力的加持 而来请问 所以从这当中也可以看到 这个法门的尊贵 那当然像这些特殊尊贵的地方 我们一般人我们读过去 读过去算了没感觉 那但是那个 像阿弥陀经的书圣 无量寿经的书圣 那都是古德的为我们开示 我们才能够知道的 真的 果真如是 所以以前看那个印竹文操 常常赞叹 进入反复 华燕傲藏 法华蜜水 刚开始觉得 有点夸张感觉 不太懂 因为没什么教理程度 觉得会不会讲得太夸大了 但是教理学越多之后 我发现真的是没错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殊胜的 这个菩萨道的 诸佛的心药 菩萨道的四难 好像欧为大致讲的 我们慢慢学到后面 无量寿经慢慢学到后面 我们就知道了 成佛圣旨 即从坐起 偏袒右肩 然后常规合掌 二百佛言 那这个就是经典里面 佛弟子 擒法的 这个诡则 然后擒法完了之后 佛都开示完了之后 欢喜赞叹 或者是绕佛三渣 坐离而去 这些擒法的诡则 我们现在学法的人 都有所欠缺 我们都应当要随学 好 看到乌二的 正宣诸词 分三段 即 申极所见 今日世尊 诸棍月玉 自色清静光言微微 如明镜镜 隐唱表里 微容显耀 超觉无量 未曾瞻读 数秒如尽 第一段 这种法说 法说的话就是说 今日 这个安乃孙子说 我今日见到世尊 诸棍月玉 那个 表现非常欢喜的样子 有姿色又特别的清静 那这个就是有三魅力的加持 从三魅 从这个大圣的圣圣的三魅而起 佛都从圣圣三魅而起 这个时候就是要说大圣实相的法 殊胜的法 光言微微 光明 还有容颜都是非常殊胜 高潮的 这是法说 第二批语说 如明镜镜 隐唱表里 就像个光明的镜子 的这个镜 第三个那个镜 镜头的镜 就是说 清静 就像个一个 一个明镜的 明镜 它是非常清静的 因为它非常清静 因此能够隐唱表里 镜子的这个镜影 能够通唱表里 镜面 还有镜 这个镜里面 就是说镜光可以照出去 没有任何物购的障碍 能够完全照出去 然后因为 因为这个 没有物购 能够完全照出去 所以 这个投影回来的 这个影像 在镜子里面所成的影像 也都是能够非常清静 镜子里面所投现的影像 这个叫里 那镜光照射出去 这个叫表 这个表里 那这个 就是说镜子非常清静 那这个是说明 佛在三昧当中 所 这个 法身所 所显现的 这个 这个映画身 此师 特别的 清静庄严 不但欢喜 而且特别的清静庄严 显现出这个佛陀 他 入了这个三昧 然后这个 所呈现出来的功德 底下合法 威荣显耀 超觉无量 威德 容颜 这个 就是说非常 非常显明 非常光耀 这个超觉无量 超觉其他时间 比其他时间来说 有无量的超觉 超觉无量 就是无量超觉 比这个过去佛陀在讲法的时候 所表现 所展现出来的这种清静 的容颜 来说 更加的超觉 而且不是一般的超觉 是无量的超觉 那 这也是 也可以显现出 佛陀这个 说 入了这个三昧当中 那是 特别的出身 那代表 那代表是要说什么呢 这时候佛陀要说为佛与佛放了个究竟 表之的大法 从这表象当中 可以看到 这个内在 所以 就是赞叹说 未曾 占独 苏妙如今 过去 阿南他说 他是佛的侍者 他说 我随时的佛陀 这么多年了 看到佛陀说法的时候的 种种的容颜 清静庄严的容颜 但是从来没有看到佛陀像今天一样的 诸棍言语 欢喜相 那种 清静相 这个无量的 比起过去来说 根本是无量的清静的相 不曾见过 那 这些 有他的表法 我们后面会讲 特别讲到这个容颜的清静 这些的 有他的 这个意涵在里头 那他这些都是什么呢 成佛的微神力的加持 而 而那个说出来的 因为 说是这些 这些 有他表法的意义在里面 我们看到几二的 章极所念 这个地方也是 成佛微神力的这个加持 然后来 赞叹 那这个赞 那这个 这个赞叹 跟这部经 也是有关系的 我看到第一句 为然大圣 我心念言 今日是尊 著奇特之法 说 为然 这个为就是 这个一心意义的意思 大圣 说佛徒啊 我一心意义的 那么心中 起家的念 我心中起家的这个想法 什么想法呢 今日是尊 著奇特之法 那这个是一个总的赞叹 总说 今日是尊 所呈现的这种 心境的这个善业 是非常奇特的 不但超出九法界的众生 也超出过去的表现 祝奇特之法 再来 今日世雄 住 诸佛所住 这个是什么呢 赞叹 底下 底下这个后面有四句 都赞叹 分别来赞叹佛的功德 那么这句 是赞叹 佛的这个 涅槃的断德 诸佛所住 住哪里呢 住于 涅槃 不成不灭的境界当中 那么世雄当然也就是 这个佛陀 世间之雄 然后 与十方诸佛一样 都在住在 涅槃的境界当中 好 再来 今日是也 住 导去之行 这个是 赞叹佛的利他之行 在涅槃当中 涅槃不成不灭的 理体当中 所显现的利他之行 誓言 世间之眼 就是 就是世间的这个 正法眼 正法眼障 我们要是没有佛陀 全部的 全部的众生 就像盲人一样 一无所见 糊里糊涂的 过日子 不断的轮回 所以称为誓言 住 这个导师之行 化导众生 这是导师 导师之行 那么下一句 今日是因 住 最圣之道 这是赞叹 佛陀所证得的 这个菩提的 这个智德 前面是涅槃段的 这个地方是菩提的智德 这个智慧的照料 智因 这个世间 最殊胜的音节 就是佛陀 住 最圣之道 这个最圣之道 为什么说是智慧呢 因为 在这个 在这个 这个 这个佛陀智慧当中 才能够 照料 佛 为佛与佛 方的究竟了知的 一切法 这个真俗二帝的 一切的 一切的这个法 十方诸佛的功德 当然包括阿弥陀佛的功德 这一切一切的 才能够彻底了 才能够彻底的照料 那 因此这个是 最圣之道 安住在这种佛的 这个菩提的智德当中 能够照料 十方诸佛 这个 十方诸佛所证的功德 那么因此生之为 助于 最圣之道 那下一句 第四句 今日天尊 行如来之德 那这个天尊 这个天是光明的意思 一切光明当中的 之尊 所有的光 所有世间 初世间的光明当中 作为殊胜尊贵的 成为天尊 那么行如来之德 那这个地方 也是谈到这个利他 好 这个如来之德 指的佛的实力 事无所谓 是八部共法 那是佛头入了这些种种的殊胜的三昧 还有今日佛头所入的这个殊胜的三昧 这个都是如来之德 为了利益他 所发挥的德能 好 那这个是 这四句呢 是各别的赞叹 好 那总的话呢 就是因此 前面讲的 世尊 祝奇特之法 好 这个是特别 出圣奇特之法 好 那么以上就是 先赞叹佛陀 他得到的 他所证得的功德 然后这底下呢 就是在谈到 佛陀 依止他这个正量 他今日所为 好 去来 现在佛佛相念 德无尽佛念 诸佛也 好 那先讲到 过去 现在 未来 乃至十方 十方三次诸佛 互相意念 因为所有的 所有诸佛出世的本怀 都是要度众生 都是要开示侮辱佛的之间 是众生开示侮辱佛的之间 所以因为都有同样的本怀 所以佛与佛 是互相意念 你看像我们说一佛出世 这个 这个 千佛拥护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佛佛互相意念 那一尊佛 释迦摩尼佛在售佛世界出世 十方诸佛来这个地方 显现各式各样的角色扮演 然后来 护使释迦摩尼佛的 这个画道 弘扬佛法 好 佛与佛 是互相意念的 好 那么也可以说 这个佛与佛的这个智慧 是互相交融 无而无别的 就是从礼上来说 这个想念 得入金佛念诸佛也 那就是说 这个是主要的问题 就是说 佛陀今天现这样的瑞相 难不成是否 就是金佛 就是释迦摩尼佛 你老人家 在意念 释放诸佛吗 为什么你看他会这么想 你看前面讲佛陀所显现的这个像中 如鸣尽隐唱表里 就像这个镜子一样内外通透 这个批语就像什么呢 就像佛的这个法身互相互含互摄 你中有我 我就有你 互相都是像镜子 镜子一样 隐唱表里 都非常亲近 所以这个镜子当中 有各自各自的影像 好像帝王珠一样 从今天佛陀所显现的 隐唱表里的这个 在这个像当中 然后升起这个宜端 佛陀如果这个三昧 是否是在 在这个三昧当中 去意念 他方诸佛呢 那这个 这个当然就是 成佛威神力 来 然后阿南 发起这个恩端 那么 升起后面的 这个释迦摩尼佛 来赞叹 阿弥陀佛的这个因缘 好 先讲到这里 下课休息 十分钟